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六十页 探病史的说法 探病的时候我们会用到什么样的句子呢 先看看这个左上角的部分 左边有一些简单的句子 例如说 我们包多少钱呢 可能是他就是探病的时候啊 要带一些金钱比较好吗那种说法 或者是 这个人说的话哦 就是我们是来探病的 这些词也等一下可以进一步学习哦 还有吗 身体状况如何 之类的就是探病的时候的用语都可以学习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细节哦 第一个部分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探病之前可能有在跟朋友之间讨论 那我们要什么时候去呢 要带什么东西之类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哦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留意到的是这个 后面的 它有一个问号 所以感觉是 要拉高才对吗 其实它的念法是 这样念就好了 那意思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看右下角的这个翻译文 我们星期六去医院看鈴木山 把 把 那意思 以后卡 以后卡 所以呢 它是一个比较主动的 体译的感觉 以后卡 我们星期六去好吧 星期六去吧 那种手法 可以吗 再来 以后面开时间 以后面开时间 我午后大用呢 以后面开时间 我午后大用呢 代用呢 就是确认的语气 什么什么对吗 对吧 的意思 面开时间 就是可以探病的时间呢 再来 嗯 我明白 以后卡 刚才的句子出现了 那中文意思的话 请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哦 就是 都要报多少钱呢 可以看着这个中文的 呃 翻译词 听听我的解释哦 因为 我不太会念中文嘛 那这个部分就交给你了 OK 好 那来看看 下一个 原金より 物の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 mini bonsaiとか どうかな 原金 より 物の方が いい 对 就是谈到 比较嘛 那 有理的前面是怎么样呢 跟什么 比起的意思 所以它是被比较的一个主要的对象 再来呢 物の方 哎 方的前面就是 这个东西比较怎么样的意思 跟什么比起 跟什么比起 这个东西比较怎么样 后面写 意 形容词的意 所以呢 东西 比较好啊 那跟什么比起呢 跟 现金比起来的意思 有理跟 后的用语 用法 OK吗 对 后面的 印 好不好 印 好不好 的意思 再来呢 mini bonsai tokka dokana 这边的tokka 就是 举个立 例如 mini bonsai 小小的盆栽 如何 的意思 那这个 等等的 修法 也是可以 稍微学起来 后面的 dokana dokana 简单的 说法就是 dokana 如何的意思 dokana 是 更口语 而且是 比较轻松一点的 提议 dokana 你觉得怎么样 那种感觉 轻松的语气 再来 iya ne ga tsuku monowa ne tsuku を連想させるから ダメだって ne ga tsuku ne ga tsuku 就是生根的意思 对啊 盆栽的话 有根嘛 那那些东西 是在 探病的时候 所谓的禁忌 要避免的 为什么呢 ne tsuku を 連想させる 連想させる 就是 让人 联想到 的意思 連想する 就是 联想到 怎么样 させる 就是 令人 让人 的意思 で から ダメだって ダメだって 后面的 だって 就是 听说怎么样 的意思 哦 对 如果是你要 分享说 听说怎么样 的事情 你就可以说 その什么だって 例如说 学生 某一个学生 明天 要休息 要请假 那你可以说 哦 あの人 明天は 休みだって 对 用 だって 来表示 听说的意思 那再来呢 じゃあ 果物とか 切り花 かな 百合とか きれいじゃない 果物とか 切り花 中间的 とか 就是 什么什么 啊 什么什么 的意思 对 就是一个 什么跟什么 的连接词 那 请问 とか跟 と 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 と的话 果物 水果 和 切り花 的意思 不过呢 とか的话 它就变成 一个 举例的语气 像 水果啊 还是花 之类的 那种意思 再来 ゆりとか きれいじゃない 这边的とか 也是一样 举例 举例 例如 百合 怎么样 きれいじゃない 漂亮 对不对 きれいじゃない 很口语 所以这篇文章 真的是 从头到尾 都可以学习 口语的 说法 再来 においがきついものや 血の色を 連想させる 赤も 避けないと 它又谈到 一个所谓 禁忌 においがきついもの におい就是 香味 味道 きつい 就是 形容 这个味道的 强度 きつい 就是 强烈的 意思 你有一个 きつい 对 你闻到像 臭豆腐的味道 怎么样 你有一个 きつい 你们会觉得 你有一个 意 不行 对我来说 你有一个 きつい 無理 还有吗 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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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噴太多 会怎么样 ちょっと においがきつい ですね 对 就这样子 再来 血の色を 連想させる 又来 連想させる 就是 让人 联想到 联想到 什么呢 血の色 就是 血的 颜色 这样的赤も 避けないと 避けないと 的意思就是 避けないと 后面有隐藏 起来的 いけない いけません その什么 ないと いけない 就是 必须要 怎么样 的意思 所以呢 需要什么呢 需要 避开 避开什么呢 避开 让人 联想到 血 血的 颜色 的东西 的意思 OK え ダメなの ありすぎて 難しい ダメなの 就是 不行的 那东西 ありすぎて 就是 ありすぎる 太多 有太多 的意思 難しい 好難哦 赤くなくて 匂いがしない 切り鼻 にしよう 嗯 大家讲到 一个很好的 结论 赤くなくて 赤くない 不红 然后呢 クテ的话呢 又怎么样 连接词 又不会 颜色不会红 然后呢 匂いがしない 没有味道 的意思 有 没有 味道 的部分 就是用 尿いが する しない 来 表示的 所以呢 尿いがする 哦 有闻到味道 尿いがしない 没有味道 的意思 で 切り鼻 にしよう しよう 就是 我们做什么吧 的意思 切り鼻 にしよう 那我们决定 这个吧 这样子的 语气 哦 所以呢 这个的话 这篇文章的话 呃 我们先 说明到这边 可以吗 发现有很多 口语的 表达方式 跟一般 课本学的 内容 有一点不一样 可以慢慢的 习惯哦 多一点 接触 大概可以 慢慢的 培养这种 预感哦